啊 啊 歡迎來到南洋 你們可以叫我路經理 接下來 讓我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豬仔業務 我來了我不要做豬仔 我不要做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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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走呢 這個就是下場 哈哈哈 你們這是在炸人 把他給我壓上去 走 你們要幹什麼 我們詐騙員 也接受投資 不過 你們要幹什麼 我們這投資啊 不收錢 只要命 哈哈哈哈 哈哈 這裡怎麼是上映 我老婆為什麼要騙我 陸經理 我不知道您是該指好的 這樣 你只要放了我 我可以給你錢 我有錢 啊 想走啊 哈哈哈哈 你 還想走嗎 還想走 你抱抱 看來是真的還想走 哪一個人 看來玩綿羊特別的 雞毛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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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差不多 你 你不值錢了 沒意思 啊 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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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南陽 你放心 你很快就會解脫的 張少讓我給你帶一句話 你老婆今晚可沾水難了 哈哈哈哈 你快手進來 嗯 嗯 嗯 張少 只要我答應你 你真的可以分補行訓嗎 那就看 比你的便宜 我老婆 chooses嗎 好嗎 不要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小群兒我今才 我就是你ições 张董 竟然还怀疑 小董 抽手 你不能好死 没想到 你还挺有劲的 让张董好好看看 戒指给我打 狼天 尽快弄死他 免得夜长梦多 张少年奉心 您交代我的事情 我搞得 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 行了 把他放到一边去 等今晚医生到了 和那猪灾 一块几乎 讨厌 差点露馅了 那个陆经理 靠谱吗 陆经理今天晚上就能送上手术台 大血八块 你说呢 太好了 我就要让他的恨中死去 玩了他 我们该继续了 讨厌 还不够 我无认 老婆 我对不起你 张董 我总会也不会放过你 这一世的天宣龙主竟然是死子 以父归如 主纳不久天 哈哈哈哈哈哈 天意 天意啊 今日老夫便做你龙灵殿 可龙灵文者便对龙灵殿新人的主 请讨厌 你请记住 龙灵殿以龙镇景头 以临旧事 当心怀天下 玄乎济世 龙灵殿的现实 九州空洞白族臣 切莫忘忘卧心 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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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 别睡了 还起来出货了 你没干什么 出什么话 当然是出你身上的货了 啊 已经有很多买家订了你身上器官了 啊 器官 你们要卖我的器官 我让你以为你为什么还能活到今天 看在昨晚 你老婆把张少伺候高兴的份上 我们的动作会很快的 哈哈 哇 你们都是臭臭 啊 你这皮很快就要长在别人身上了 哈哈哈 我给这块皮 包括心 干 皮 碎 身 都有人定了 哈哈哈 我管你不能好死 哎呦 清老板 人家好胖胖哦 哈哈哈 啊 啊 啊 心去哪个气管比较好呢 心去心吧 让我看看 有些年纪 老天有多黑 我可以 我可以把所有钱都给你们 哦 我不能算 我老婆还能找回救他呢 你看 你老婆和张少在一起多快乐 张董 这眼角磨可真不错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跟你们拼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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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怎么突然会有这么强的力 陆经理这小子不对劲呢 这能够神须 优答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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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爹 還真餓了 別餓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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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 是對的 告訴你這裡可是難養 你要是難到我 你根本就逃不出去的 就算你逃出去了 長少年不會碰到你的家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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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親自解決他 回來 找 龍鳴姓林 新的龍鳴殿著 竟然出現在了雲州城 綁著下去 重啟龍鳴殿 是啊 嗯 新的龍鳴殿主 出現在我雲州城 傳臣主令 務必盡快找到新任龍主 是 雲州城能否再度崛起 就看這次了 新任龍主 現身雲海 雲州城 日後必定基深大下 超一流毒城 恭喜里城主了 哎 哎 爸爸 爸爸 嘿嘿嘿嘿嘿 一個老東西啊 一大早都帶著你老爸的骨灰盒 去哪啊 我們秦家都已經被你辦空了 小窩的手也被你們打斷了 你們還想幹什麼 幹什麼 得罪了張東 張大哨 你說 把我老闆骨灰壞了我 把我老闆骨灰壞了我 哦 哎呀 哦 哦 哎哎哎哎你你簡直沒有人性啊 你啊 你親手把你老伴的骨灰都能打翻 你 哎 壞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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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嗯 你小兔子 哦 連這胳膊也不想要了 啊 放開我閨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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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會 不愧放閨女 閉嘴 老婆女啊 去去 去 你 哎 我 聽著啊 你老哥現在正在國外逍遙快活呢 哪兒他們管你們死活呀 來 你過來自己看 看到沒有 這就是你哥呀 親手把你老媽氣死的 還會回來幫你們嗎 你他們別做春秋大嗎 求求你 求求你 求求你放過我的孩子 放過 我他媽掐他 信不信 你讓我做什麼東西 啊 做什麼都行是吧 行 嗯 來 用嘴巴給我舔乾淨 舔乾淨我就饒了你們 嗯 請 來啊 你這個我把肚子 我給你拼了 啊 是 你 來啊 給我撒 我 找死 找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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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個清雪啊 居然沒死過命大啊 啊 那幾個弄死他 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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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 你不要殺我 你殺我 你這樣我絕對不會換我你的 啊啊 啊 那我就留你一條狗蜜 回去給張東帶句話 說我琴弦回來了 快 啊 啊 哎呦 啊你沒事吧 小莫的手臂 你還知道回來啊 你怎麼不死在南陽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媽媽死了 她們還擔心媽媽的骨灰骨 媽 媽媽 小莫 哥哥不在這段時間 到底發生了什麼 你去國外後 嫂嫂就帶著一個男的把我們家東西全搬走了 還打斷了我的手臂 媽媽被他們欺負了一夜 然後就死了 我不要再做我的嫂嫂了我不要了 你 這都是真的 小魚他怎麼可能做出這種事 你媽都已經死了 那倒我還在誤見他吧 當初我在南陽的時候 他還為了救我 還向張東求過情 這其中一定有什麼誤會 我要找他問清楚 你跟我站住 終於都已經跟戰鬥在一起了 你還去問什麼 這假的失戀大得很 我們根本就惹不起他們 可是把這個祖傳的懷錶拿去擋了 把小莫的手臂置好 看好我們就離開雲仲城 呃 爸 張家的勢力再大 我也不怕 我不能走 我一定要找趙玉問個清楚 至於小莫的手 您放心 我有辦法 你要幹什麼 你別胡來 小莫他還想不能落下餅乾啊 小布疼了 小莫的手好了 這這這這 這這這 你 你是怎麼做到的 爸 我在南養 有些奇異 我放心 我現在就找趙局問清楚一切 如果是真的 我會放過他 那就是羅 可把藥房給我撿 否則我穆家不會放過你的 想要啊 行 我姐要是有個什麼三長兩短 我和你拼了 哈哈哈哈 和我拼了 你拿什麼給我拼 我這個 就要嫩的身體嗎 啊 而且 那要是你姐死 你覺得你大伯 是應該和我 還是感謝我 莫婉秋 不過就是牧師集團 百分之三十年 難道比你妹妹的命 還重要嗎 聽說上次得罪張家 被滅了買門 這混蛋 找死 出手 把合同拿過來 還是 夢 姐 這盒頭不能接 接了我們木家就完了 你不能接姐 什麼 啊 你們張家 休想得到我們木家一點股份 那麼就送你上路 紅林殿以龍鎮左手以臨救治 親懷天下 玄乎济世 行 先前後上 後把這兩集 給我一起送上路 光天化日之下 是誰給你們的狗膽 張家辦事 不想死 立刻滾 張家 你要這麼說的話 那我就更不能走 我聽你這意思 我正好給你一塊兒收拾 男人 你的腿給我謝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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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耳頭 是我眼睛花了嗎 這什麼情況 他一個人 竟然瞬間把他門生打他下 嗯 嗯 嗯 姐姐 你別過來 你別過來 嗯 哦 下 啊 啊 啊 姐姐 你不能殺我 張家大叔張都是我親表哥 你要是敢杜我 他一定不會放過你 回去告訴張子 讓他洗乾淨脖子 想著我親切 這 你是 你是秦軒 你是沒死再能養 還不回來 走 快走 卧槽 這秦軒是什麼人物 竟然敢直接揚言 滅了張東 這一下也好戲看了 啊 姐 姐 你怎麼了 我送你去醫院 中度孝順不返 沒有人 送醫院已經來不及了 現在只有我能救他 你相信我嗎 你救了我嗎 我相信你 姐 姐你醒了 太好了 是這位先生救了你 感謝先生救命之恩 和穆家定會中謝 敢為先生遵命 在下秦軒 治病救人 乃醫者的本分 中謝就不必了 我還有事 就先走了 小柔 這位先生是如何救的我 我也不懂哎 我就看他親了姐姐夜口 什麼 親的哪兒 秦先生 您該是去找張東算帳去了 我怕他有危險 什麼 速速通知穆家所有安保人員 所以我去救秦先生 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 那不是張東和趙玉嗎 秦軒剛出國呀 趙玉就和張東在一起了 就連秦家都被張家吞病了 趙玉錢伯伯 都被氣死了 喂 親愛的 你怎麼了 你那個老娘好情人活著回來了 而且還弄壞了 和收購孟家古分的事 他怎麼沒死呢呀 鬼知道他怎麼逃出來的 不過正好 我正好可以當著他的命 玩弄他了 他好厭 這麼多人看著呢 貓貓 張東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秦軒 你可不是死活的東西 我正要吵你 你竟然還趕來金陵酒店 張東 你害我差點命喪了 算我妹妹手臂害死我母親 今日我父親 我做了秦家家產 這些賬 今日要找你一一算金賬 算賬 你算個什麼狗屁東西 你也敢跟我算賬 我哥 這小子 這小子負點工夫 負點工夫 本來就不知道你金不金的計卡 給我廢了他 你幹什麼 給我送家 張哲 你沒事吧 貴下 給張哲道歉 小玉 你在做什麼 我現在 我現在 是張哲的女人 你清醒一點 我已經起訴離婚了 傾家赴孽 張家 才是未來 趕緊跪下給張哲道歉 看在我的面子上 張哲 還能饒你一命 小玉 是不是張哲威脅你 你放心 我現在有能力保護好你了 你跟我走 我能給你榮華富貴的生活 秦軒 你給我住手 拿開你骯髒的爪子 我女兒已經跟你離婚了 你怎麼還來糾纏他呀 你也不好好撒朋友 照照你的樣子 是誰給你的男子 秦軒 我看你是在南洋被打傻了吧 秦家已然負面 張家強勢崛起 你憑什麼給小玉幸福 就憑你這兩片破嘴嗎 簡直笑 秦軒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的話 你就應該明白 張家 馬上就要擠進 雲州城四大家族行列 而你呢 你的所作所為 只會讓我感覺到自私自大 趕緊跪下 向張哲道歉 否則 我必死無疑 讓我給他跪下 張家不配 我既然 就可以讓張家 不 既然 哈哈哈哈 這秦軒在南洋真是被打傻了 如今張家崛起之勢不可逆言 他竟然還想一個人讓張家覆滅 爹要理解他 他老婆跟人跑了 家產也沒了 他老娘也死了 算得很正常 沒意思 就是因為他張家勢大 你就護著他 甚至不惜拋棄我 當初在婚禮上是你親口說的 要跟我永遠在一起 你還好意思提婚禮 你給的那點彩禮錢 連張哲給的零頭都頂不上 我真是瞎了眼了 怎麼會讓小魚嫁給你這種窝囊費呢 如今秦家已經覆滅 你跟桑交權有什麼區別呀 你看看你這身窮酸樣 這個酒店 根本就不配你帶著 你趕緊給我滾出去 怎麼 是想讓我給你還此好意思 小月拿錢 和你結婚 是我人生中最難的 我可以給你三百萬 是你當初給我彩禮十倍 可以閉嘴了吧 現在立馬給張哲跪下道歉 然後從雲周辰徹底消息 趙雲 我原本以為 你是受張東脅迫 才要和我離婚 看來 事物太天真了 現在我只想知道你讓我去南洋投資 是不是為了和他在一起 故意給我赦的局 事物又怎樣 你個死廢物 怎麼不死在南洋 像你這種廢物 身上的每個器官呆在你身上 那簡直就是浪費資源 好 很好 聽聲音 你就是趙玉那個在南洋投資的閨蜜吧 你們還對我做了什麼都說 進階所有賬我一起算 生氣了 哈哈哈哈 我就喜歡看你狂怒氣無可奈何的樣子 好啊 把事情都告訴我 我看他怎麼算結帳 齊軒 實話告訴你 你妹妹的手 也是被我們給打斷的 而你那母親 也是被我女兒活活給氣死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趙玉 你為了和他在一起不惜曾經的誓言把我秦家的家長拱手相送 甚至喪心病狂的氣死我的母親 是也就是騙騙你這種傻子爸媽 秦家的家長 本來就是我 至於你母親 那是他心胸狹隘 和我又有什麼關係 對 就是他心胸狹隘 把自己 騎死了 哈哈哈哈 既然如此侮辱我的母親 我現在就送你們去死 住手 你 給我殺了他 給我殺了他 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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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殺了他 居然 居然 至于你张东你想好怎么死了吗 秦轩你想干什么 这这里可是张家的产业 你当真想死吗 我说 我依然变个负面张家 就凭这些东西 也想杀我了 那我呢 开山叔 你可来了 今天我别弄死这小子 延开山 夺蜜圈延开山 他竟然也加入了张家 这可是人神经强者 这下张家就有三名人神经供奉了 延开山不是穆家的供奉 还加入张家 这穆家不就只剩两名人神经供奉了 这穆家 在四大家族中的地位 岂不是被张家取代了 惹是这样的张家 这秦轩 今日怕是必死无疑了 谁给你的胆子 敢在这撒业 我给你一次机会 不想死就滚开 秦轩 你敢跟开山大人口出 你可真是虚不可及 也不奇怪 开山大人乃人神经强者 他根本就不知道 人神经意味着什么 人神经 很强吗 在眼里 如同楼 死到临头了还敢口出谎言 真是鱼不可及 幸亏我女儿已经跟你离婚了 要不然我们都要被你给害死了 就是 到底是谁 不可及 叛派你就知道 好慌慌的小子 今天我要把你的骨头 一根一根的砸断 让平白 人神尽强者的度 是你能承受的 秦先生乃我沐家救命恩人 我看你们谁敢动他 秦先生乃我沐家救命恩人 我看你们谁敢动他 秦先生你没事吧 沐小姐 此事你不必杀手 您是我恩人 我当然要护您周全 管求 你还做什么 张东 我们的账 回头再护 严叔你竟然 良情 得木而起 张家崛起 以身定局 二位小姐 看在当初 我护你们墓下 今日 你们倘若离开 张农子 必然给我一个面子 既往不咎 好若不然 别怪严慕人 翻脸不认人 开身说 虎护神 那是你的自然 可秦先生 永远救命之恩 今日只要我在这 我看你们谁敢动他 誓死保卫秦先生 我去 你们沐家 什么时候 有这么垃圾的恩人啊 张东 把你底巴 给我放肝子 秦先生 是我姐的救命恩人 你今天 要是敢动秦先生 一根寒 就要怪我们沐家 和你们张家势不两立 他会看病 沐小姐 你不会 被这混蛋 给骗了吧 他会不会看病 我自有判断 你没看见 不代表他不愤 他拉倒吧 一颗感冒 都照顾不明白 就他这两下子 那是你不配 孟晚秋 你真应该打我 打你都算轻的了 秦先生 怎么会看上你这种地摊货色的女人 你 张绍 快帮我杀了 孟晚秋 我认识什么东西事 这小子命我今天要定了 张东 无论如何 我已不会让你动秦先生 孟晚秋 你这是在逼我动手吗 你要敢动秦先生 除非先杀了我 你以为我不敢 开山鼠 动手 真是狼情惬意 必然你们想死 成全你们 送你们一起上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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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山鼠 怎么回事 明头倒是挺小 却不过如此 你就这点本事吗 这小子圈套怎么这么急 到底什么来头 岂算什么时候有这种实力 居然不落下风 姐姐 你没事吧 秦先生 你又救了我一次 你是为我出头 才置身险境 我若是袖手旁观 那岂不是坏了良心 阎开山 亏我们喊你这么多阎开山鼠 你竟敢偷袭我姐 你良心被狗吃了吗 那是她找死 怪不得我 人神静强者 竟然偷袭一名普通女子 而且还是你的前主人 你可真是一条好狗啊 风起来 连主人都有 我与木家脱离关系 现在 我效力于张家 就算我弄死他 也是天经地义 开山叔 说得好 不用两个事 出了事 要我张家顶着 不配 阎开山 当年是我爷爷收留你 你早就被你那仇家给杀死 是我木家 不惜一切代价资助 你才能生为人神静 你现在竟然如此绝情 阎开山 到底还有没有牙医 还有这事 你还真是一条胃不熟的白野狼啊 开山叔 别跟他废话 给我弄死秦先生 秦先生 你虽有功夫在身 可阎开山的为人神静情者 你快随小柔离开吧 不然你会死的 我倒是挺想 会会这条白野狼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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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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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是我低估了你 没使出玄力 想不到你小子还有点难耐 带我使出夺命拳 将其后杀 夺命拳 我都没见过 秦萱 那个蝼蚁竟然能让开山叔使出夺命拳 你也足以自傲了吧 你是自傲呀 简直是便宜他了 开山大人的夺命拳 怎么能是他这种废物被看到的呀 秦萱 你自己找死 怪我的敌人 可不是嘛 你就是个自寻死路的白痴 幸好我们家小玉儿有仙剑之谜 虽说没能让你死在南洋 可至少成功和你离了婚 我可从来都没想过和他在一起 秦萱 我看见你就嫌恶心 张少 还不快杀了他 陈叔叔 动手吧 让我看看夺命拳的威力 秦先生快走 夺命拳 乃言开山的成名绝技 杀伤力巨大 早也一人之力 面对三名人神经 强者都不落下 没有人能打得住的 想走 完了 想走 完了 开山叔 看在我爷爷救过你的份上 能不能网开一面 放弃先生意吗 放了 那你张少同意 莫安秋 你求我呀 求求张少 高抬棍手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我没看到你的诚意呀 张少 姐 想让我做什么 不要 沐家的大小姐陪我睡一觉 好想吃 我可以考虑吃废她四肢 放太条肚子 郑冬 你不要太无耻 是 张少能不能换一个方法 我肯定能满足你 我是无耻之徒 我不换 想放她 必须陪我睡觉 还有这个小辣椒 金先生 别担心 就凭她 还不是我费手 狂了 天哪 这早住了 太好了姐姐 还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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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巧你到底是谁 活剑三月 今日终将 而等在我眼里不过是如同老蚁 所有恩怨 今日我要你们一一成 他难道就是今日龙主 我尽快通知陈建主 还不快端上来 陈建主 刘成主 林成主 我张家 会进入四大家族行列 那可是诚意满满 虽然 不曾得到龙林殿的认可 可这龙林相 我已然 早早准备好 只等咱们点头了 张家主 你这话可就不对了 能否进入四大家族 乃是龙林殿 不断之事 我这小小的留下 可没有点头之权呢 没错 我林家只负责镇守云州陈 龙门殿之事 从不插手 张家主 有些话 要想好了再说 是 是 是云亭唐突了 只不过 新任龙主 初始云州 可是百年难遇的大机缘了 还请陈殿主 能够早日决定 只要能够让张家 进入四大家族的行列 陈殿主的大恩大德 我张家铭记于心 永世不忘 说到这新任龙主 陈殿主 您可得帮我 只要我留下的人 能够败在这位 新任龙主门下 不管什么条件 您尽管提 没错 只要让我林家后辈 能够加入 新任龙主门下 我这陈主之位 都可以让出来 你们 这也是难为我 我连新任殿主 面都没见到 又如何替 雄林映 人在哪儿 清理我 张忠 秦玄 你这个废物 竟然敢出手伤人 简直放肆 还不快跪下 给开山大人道歉 这 一个连我一招 都接不住的废物 你让我跪下来 给他道歉 你脑子是秀得了吧 我早就说过 今日的我已经进威西比 一日便可以让张家雾灭 也可以让你过上 万人之上的生活 可惜你不会 吹牛逼谁不会 我承认你的实力很强 可实力强有什么用啊 还不是沦为大家族的刀子 张家只要愿意 打手要多少有多少 至于给小玉万人之上的生活 你以为你是龙主啊 龙主 他也配是龙主 龙主现世 整个云州城龙名姓林天生异象 那老天爷都是为之斗龙的存在 而且龙主掌管的龙灵殿 涵盖着整个大厦最强的将士 以及大厦的经济命脉 龙主现世 百足臣服 那是何等的辉煌和荣耀啊 一个废物 也配合龙主的名字在一起 我配 百足臣服 也就是说 云州城的龙灵殿殿主 以及四大家族的家主 见了龙主 也得臣服 对不对 废话 天之下 除了大厦国主比龙主身份高了半仇之外 任何人见龙主 都是要五体 头地 星顶科大理他 见了龙主 是所有人毕生的荣耀 你一个底层的垃圾 连龙主的身份都不知道 我看你是没有机会见到龙主 见龙主 你这种垃圾废物 就算是见到龙主 也会措施天大的良机 而且你想要见到龙主 那大概率就相当于老娘的头被抽风了 想让小玉嫁给你 我配 这辈子都不可能 我就是你们口中的龙主 至于赵玉想再嫁给我 那的确不可能 因为他不配 他不配 放肆 龙主之母 那可是龙殿镇守九州 零点一行天下 一点一点得来的 那是国之骄傲 是百足臣服于爱戴 你这样的废物 也配当龙主 你招死坚持 说你没脑子 你还真是没脑子 幸亏我家小玉跟你离婚了 要不然我们全都会被你害死 还好张少奇你识破了你的鬼祸 我差点都信了 龙主是什么样的存在 也是你这种废物可以冒通的 冒充龙主 罪该万死 杀了你都不足以不重 说的不错 既敢冒充龙主 习罪当主 我们刘家愿意协助张家诛杀此子 我们马家愿意协助张家 还有我们杨家 还有我们 此子冒充龙主 鼎发重 你杀不足以平民心 诸位与我一起主杀赐子 以孙龙主 有我在 我看你们谁反动秦先生 秦先生 龙主之名实不可多言 否则别说我 神仙也难救 我说了我真是 我说了我真是 沐碗秋你是有多饥渴呀 为了这么个垃圾 同怀送报还倒贴 你捡了个破鞋 看你高兴的 你把你们沐家的脸都丢进了 你知道吗 彼此彼此 要说捡破鞋 碗秋可不敢与张绍相继病了 至少秦先生现在是单身 不像张绍喜欢看着别人碗里的 这样的女人娶回家 张绍还得多摸摸脑袋 小心多一点帽子 臭女人你说什么的 张绍干着干嘛呀 我一会儿杀你这些贱 还请诸位与我一起 诛杀他们 好生热闹 这是要诛杀谁呀 见过陈连处这个人 冒充龙主招摇撞偏 我们张家政联合其他家族 对其心情诛杀 以朕龙主之为民 是啊大人 我们可以作证 这个秦萱 英魔女儿跟她离婚 现在跟张绍在一起 所以她就怀恨在心 还甚至妄想自己是龙主 真是淡淡万为不知死活 靖家公 你放心 我们指证你们家这门情事 你们家什么烂尸坟 你给嫁过人的残花败料 你想和我做妾嫁 再敢胡说八道 我撕了你的嘴 是你自称是龙主啊 没错我 你又想多了 我家小丫头竟和龙主走得如此之劲 当着陈殿者面 和一个冒充龙主的人亲亲过我 我看你沐家真是不知死活 没错 敢对陈殿主不尽 简直就是在找死 秦萱 你可真是个蠢蛋 冒充龙主 罪不可赦 龙主之名 岂能轻易见他 今日必须要有个交代 陈殿主 事情已然明了 就是这小子冒充龙主惹的祸 你放心 不用操您的手 我张家愿意带牢 沐家沐晚秋 见过陈殿主 家父在世时 待我拜见过您 我记得 沐小姐 是有点什么事呢 秦先生并非故意冒充龙主 纯粹是无心之事 且 秦先生两次救过晚秋性命 所以 晚秋愿奉上龙铃 恳请陈殿主 饶过秦先生一命 沐晚秋疯了吧 龙铃象征着 渔州城四大家族的行列 主动上交了龙铃 就意味着 主动退出 云州城四大家族的行列 沐晚秋虽然掌管穆家 可穆老爷子还活着呢 这下穆家要震动了 姐 你在做什么 爷爷知道会暴怒的 你可知道 这龙铃代表了什么吗 嗯 知道 龙铃不仅是四大家族身份的象征 四大家族 还可以凭借龙铃 请龙铃殿 帮一个不违背法律 道德 伦理的忙 你既然知道 还要为了他动用龙铃 我若是答应 便会收回龙铃 你们穆家 以后 将会被逐出四大家族之列 你可想好了 我既取出 自然是想好 恳求殿主 饶过秦先生性命 陈殿主 此次冒充龙铃引起重怒 还请陈殿主下令诛杀 我张家愿意在劳啊 没错 陈殿主 您可不能寻私舞弊啊 放 列主西部 隆主 以龙殿阵九州 以医术行天下 为的是家国 护的是百姓 若是因为被人置换几句 便要将其诛杀 那 才是辱了龙主的威名 这丫头 把龙铃 拿回去吧 陈殿主 既然答应了莫外丘的要求 这龙铃 为何不收啊 你是在教我做事 不敢 不敢 齐先生 刚刚 这些人冒犯了您 您看 该怎么处置 这老头看样子 是知道我的身体 云州城分店的店主 那就是我的手下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打开杀戒的确 但也轻易扰了他们 陈殿主 这对狗男女 惹得我很不少 我很想给他们挤巴掌 但是 又怕脏了自己的手 这很简单 你们两个 不想善对方巴掌 十下 少一下就得死 你还真的 我 哪 这 这 啊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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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了 好了 我還想和陳店主好好聊聊 其他人都穩吧 至於張家 我稍後就會去找你的算賬 千里酒店是張家的產業 你憑什麼讓他離開啊啊 你沒看到大人在這廢物身邊了 你給他趕緊 還不愧滾 陳店主明察秋好 大恩大德 晚秋並名寄予心 莫小姐客氣了 我與秦先生還有話說 還請選個方便 放心 我沒事 好 秦先生 可否讓我看一下你的龍鱗印 果然是真的龍鱗印 龍鱗店 雲川分店店主陳玄青 外見龍鱗大人 外見龍鱗大人 起來吧 謝龍鱗 龍鱗大人 自您 引發意向後 消息傳遍了大廈 按照規矩 新任龍鱗縣市 將舉辦龍鱗宴 即使 全國各地 和百族世家的代表 都會來向你朝拜 您看 龍鱗宴 定在七日之後如何 玩這麼大嗎 龍鱗店 掌控著大廈最強的首祖將士 和醫藥行業 前一發而動絕身 動情自然小不得 而且 上一任龍主 元季之後 各分店出現分歧 正好 借用此次龍鱗宴的機會 重塑啊 龍鱗店威名 有人要造反 可以 你來安排 多謝龍主信任 此乃龍文姓銀劍 象征著 您至高無上的身份和地位 這是至尊龍卡 全球僅此一張 你可憑此卡在任何地方消費 金額不限 此卡不錯 那若無其他事 我就先走了 走走龍主 本令 讓雲州城龍殿 十大天神境強者 暗中保護龍主 是 趙羽你已經得到了 為何非要殺齊宣 那可是龍鱗 穆家這次差點就離開四大家族了 你知不知道秦宣嗎 秦宣都找上門了 我不收拾他 我以後怎麼在雲州城混呢 再說了 莫求老爹和陳玄軍關係好 陳玄軍故意探護他 故意不拿龍鱗的 你老胡 這次差點就讓穆家脫離四大家族了 下次又不知道多久 還有那個趙羽 一個破心而已 你可真是給我長眼了 啊 原來陳殿主 是因為顾婉秋他爹的關係 才幫秦宣的 這小子 還真是個軟蛋 是靠著末秋的關係 秦宣這小子 還真是怎麼 秦宣 秦先生 你沒事吧 沒事 陳殿主很健談 你們 這是在等我 可不是嗎 腳都站麻了 我還是第一次見我姐 小柔 這麼擔心一個人 小柔別亂說 能解釋陳殿主也是一種緣分 恭喜秦先生 看秦先生不是俗人 不知有何喜好 也能讓婉秋報答一二 報答談不上 舉手之勞吧 時間也不早了 我還要打車回去 就先告辭了 秦先生 既不要報答 那讓婉秋送你回去吧 時間也不早了 能早點回去和家裡討演也是好的 有勞木小姐 你自己打車回家 姐 你不能有了姐夫就不要妹妹了 這麼晚了 我一個人回去多危險 何干我長得這麼漂亮 萬一我 我送你姐夫你跟著 秦先生 出門開車 門口等你啊 先讓你一下 你是哪裡不舒服嗎 心裡發慌 氣喘得慌 可能是在酒店的時候 太過緊張 此時安靜下來了 反而有點不適應 我幫你揉揉吧 能緩解一下 我心裡發慌 你幫我揉哪 你想什麼呢 揉後背 也是可以緩解的 哦 抱歉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一碰到他 他自動 就擠開了 你還不下去 哥哥 哥哥 你們在幹嘛呀 這連姐姐的臉都紅了 沒做什麼 這裡有點熱啊 我一眼進去看看 別看了 秦家以前 也是有頭幽怜的大家族 可如今去 秦先生 秦先生 說是這裡住得不舒服的話 我還有一棟別墅 我父母也是從這裡白首起家 我在這裡住到了十七歲 當時小莫 對這裡沒記憶 不知道住不住的習慣 小莫 小莫很喜歡這裡 哥哥 你今天見到嫂嫂了嗎 小莫 趙玉以後不是你嫂嫂 她是壞人 欺負你 哥哥不要她了 那哥哥以後就沒人陪了 小莫可以忍著的 小莫 那以後 漂亮姐姐陪著你哥哥好不好 你要做我嫂子嗎 可以啊 就 看她願不願意了 穆小姐 別開玩笑 你早點回去休息吧 謝謝你送我回來 我們也先回見 拜拜 我才沒有開玩笑 軒兒啊 剛才那十日穆家小姐 竟然都長這麼大呢 啊對了 明天呢 你還是把我那塊懷錶拿去當的吧 順便買個電動車 這個小莫 也要馬上開學了 爸爸 剛才那位漂亮姐姐要做小莫嫂說 胡說 人家穆小姐 出神高貴 怎麼會看上你哥哥呢啊 是真的 漂亮姐姐親口說的 漂亮姐姐的追求者都能排到京都了 人家是不會看上你哥哥的 哥哥哥哥 哥哥是小莎打來的電話嗎 軒兒 是誰打來的電話呀 是穆婉秋 穆家大小姐 喂井先生 您不想換地方住的話 我想了想 也許您需要一輛車 明天我派人送一輛新的過去給你行不行啊 我還給小莫買了些衣服和玩具 明天一起送過去 穆小姐 真是料事如神 明天我正準備去買車 不夠白送就算了 明天你讓人把車送過來 我轉你錢 就這麼說定 好吧 呦 這要是送車 又是送禮物的 姐 不會真心動了吧 別胡說 說吧 來招我什麼事 姐 大伯動用了家族召集令 明日在龍丸山莊召開家族會議 我懷疑和今天的事情有關 你要不要告訴姐夫 秦家遇難 還是不要麻煩秦先生 而且 大伯他們也不會把我怎麼樣 可是明天 還有帝都拓拔家 我查過了 帝都拓拔家 並無視領女孩 恐怕 是把你或者我 許諾給他們 我們又不是商品 他們沒權利這麼做 將來要是拓拔家找上門了 當然是誰允諾的 誰去聯姻 見過龍主 這麼晚了 找我有什麼事嗎 剛剛得到消息 帝都拓拔家二公子 拓拔海 明日向抵達雲州城 你和我說這些干嘛 龍主您有所不知 龍鄰店 這些年的分歧 最大的領導者 就是帝都龍鄰店店主 天龍相 天龍相 很厲害嗎 天龍相已跨入半步深亡境 實力強大 此番 拓拔海來雲州城 說是參加穆家家 實則是打探你的消息 天龍相也暗中跟了來 他們這是 連龍鳴宴都不想等他 穆家明天有家宴 為何今日 穆晚就沒說 這又不是什麼大事了 這也是為你好 他動用龍鄰 被抓住了把柄 穆山 穆山應該是想借此機會 奪回穆家的掌控權 他應該告訴我的 這傻丫頭 如果龍主有意 不妨 不妨明天上穆家走一趟 屬下 已經替你準備好了賀禮 此乃 九轉活血淡 取得三十種 名貴藥材炼製而成 可以 活血去毒 嚴寿實在 為何準備這個 難道 龍主盛名 自穆桥街掌權之後 穆家內鬥日益嚴重 建成水火 這穆老爺子做夢都沒想到 他自己的親生兒子 為了掌權 給他下毒 穆山狼子野心 明日 我便去一趟穆家家宴吧 穆家家宴 就在龍門殿旗下的 龍門山莊舉辦 戍下斗彈 將規格升為 在六文龍門殿裏辦 龍門山莊不對外開放 需要穆家請柬才能介入 委屈龍主 暫用我這塊令牌 還望龍主贖罪 你做得對 晚秋隊我也挺好的 他配得上六文龍殿 至於天龍像造反 我巴不得他明天就出現 你可以有辦法 屬下聯誼安排 讓白族出現在穆家家宴 家宴一結束 龍門殿直接開 天龍像 必遠回獻身 可以 那沒什麼事 我就先走了 恭送龍主 同志龍門山莊 明日 將有大陸 收持我的令牌降臨 免你先做好招待 若有怠慢 後果自負 赵董 深夜長想得前來 有什麼大事 明天穆家 在龍門山莊 舉辦家宴 你可知道 小的知道 夜上三文龍殿宴 舉辦方又是穆家 今年的穆家 和以前有什麼不同嗎 我剛剛得到消息 明天會有一位大人 參加穆家家宴 甚至百族也會現身 穆家家宴的規格 被破格提升到了 六文龍殿來舉辦 六文龍殿 百族現身 赵董 這位大人物 到底什麼身份啊 我也不知道 上面沒有明說 但是此人 守持臣殿主的令牌 能讓百族現身 你說 這個身份 還用說 難道是 上面發話 若是招待不周 後果自負 這話 你明白什麼意思吧 小的明白 意思就是 如果得罪了這位 連上面的人 都無法決定 我們投過 聰明 所以 明天一早 通知全部員工 競數到場 務必給我盯仔細了 一旦見到 臣殿主的令牌 必須第一時間通知我 誰要是敢在這個 節骨眼上 給我掉鏈子 老子弄死他 小的明白 明兒小的 親自去門口候著 挨個查看 進入人員的邀請函 小柔 你從沒經歷過這種場面 就別進去了 我自己來應對 姐 聽話 好 沐婉秋 你終於來了 你自己去和老爺子說 你都做了什麼荒唐事 要不是沐山告訴我 我現在都不知道 我沐家 差點被逐出雲州城 四大家族行列 沐婉秋 我以前還真是想看你呢 沒想到你做起事來 竟然如此的不管不夠 心裡還有我們沐家嗎 心裡還有老爺子嗎 你看看你把老爺子給氣的 我告訴你沐婉秋 要是老爺子有什麼三長兩短 那都是你的責任 夠了 安靜點 老大媳婦 萬舅 你大伯說 你昨天為舅一個外人 竟然交出了我沐家的龍鱗 我問你 可有此事啊 此人是誰 我為何值得你這麼做 我若說我和秦先生關係密切 怕是會招致大伯他們一家的嘲諷 平白損了先生的名譽 還是多一事不如爽一事吧 自然是婉秋昨日認識的 只因救了婉秋兩次性命 所以不惜以龍鱗相助 爺爺 他撒謊 他救的人叫秦宣 是個喪家之犬 因此 他還得罪了張家 他現在已經不配掌管穆家 還請爺爺下令 撤銷他掌管穆家的權利 秦先生乃是我恩人 我不許你這麼污衊他 萬舅 你真的得罪了張家 說呀 你糊塗啊 跪下 爺爺 跪下 不行 我不能看見姐姐 被他們這麼欺負 姐夫 對 我現在就去找姐夫 不愧是龍鱗店旗下的產業 光是大門就這麼起來 改天帶老爹 和小茉他們來玩玩 啊 啊 這位先生您是 參加今日沐家家宴 龍鱗山莊不對外開封 請您出示邀請函 方可入內 姐夫 姐夫 你怎麼在這兒 這事說來話長 那就長話短說或者不說 總之你在這兒太好了 快跟我走 哎 你這麼著急 要帶我去哪兒 我姐姐被人欺負了 走吧 哎 穆小姐 他還沒出示邀請函呢 他是我姐夫要什麼邀請函 你傻了吧 姐夫你快走 我姐姐被人逼著下跪呢 什麼 快帶路 啊 晚舅 你可知錯了 晚舅不知 穆家祖訓 滴水之恩當勇全相報 秦先生救了我兩次 晚舅不知道哪做錯了 哎 你個死丫頭 事到如今還嘴硬 你去報恩我沒意見 可你不能拿整個穆家去報恩吧 我們又不認識那個什麼秦軒 大家說是不是 是啊 說得沒錯 作為穆家的掌管者 如果都如你這般 武士大體 不顧大局的魯莽行事 那我們穆家 還是早就完了 父親 德行說得對 還請父親撤掉他的權利 並尋他人 晚舅 你現在明白你錯在哪兒了吧 秦軒救你兩次 你用龍靈護他這沒有錯 但是你不該得罪張家 我們穆家現在的處境 你不是不清楚 將來他張家要是代替我穆家 成為雲州城四大家族皇帝之中 我們得罪了張家 那麼到時候我穆家 將何取何從啊 張家為了崛起 不惜讓張栋呼應秦軒妻子 秦軒慘遭妻子被判 家破人亡 這才讓張家崛起 就這樣的家族 爺爺 你指望他們上位之後 能對我們穆家人死嗎 穆阿秋 你別偷換概念 就算張家的崛起之路 並不光彩 可你如果不與張家為敵 那我們穆家 至少短時間內 不會夺出一個敵人來 都是穆家人 你們說是不是 是啊 沒錯 而且我有證據有證明 他和秦軒根本不是剛認識 他早就認識了這個廢物 這樣一個不三不四的東西 都能看得上 你就簡直丟光了我們穆家人的臉 我沒有你胡說 我和秦先生只是朋友 我就知道你 成人 所以我今天特意邀請了一個人前來 我倒要看看 你還能怎麼狡辯 還不出來 穆總 德行啊 他是誰啊 別怕 當著老爺子的面 把你今天早上 幹的什麼事情說出來 歉口老爺子 我是穆氏集團旗下的車行經理 今天早上 穆晚青小姐 讓我給秦先生送了一輛車 價值一百萬 還送了一車小女孩的玩具和衣服 特意叮嘱交給秦先生 老爺子 您都聽到了嗎 他給這樣一個不三不四的人送車 如果他們真的沒關係 會送這麼珍貴的東西嗎 還真有關係 這樣的一個廢物 穆晚秋都看得上 真瞎了眼了 說的沒錯 輩子還得罪張家 簡直就是愚蠢至極 聽到了嗎 我看你就是愚蠢至極 我愚蠢至極 秦先生昨日救了我 我送兩車有什麼錯 張家派人堵了我何笑柔 你們以為不得罪張家就沒事了 爺爺 事實上張家已經開始對我們穆家出手了 不說八道 如果真的張家已經出手 你覺得你還能活到現在嗎 而且 你給秦軒送車那是報恩 那你討好秦軒的妹妹 那能叫報恩 我看你呀 就是一直想舔這個廢物罷了 你 晚秋 你就是太單純了 被那個野男人騙了都不知道 他老婆都能跟人跑了 那足以看出來 他也不是什麼正經人 我不許你這麼說秦先生 你放肆 這可是你大伯娘 你有什麼資格這樣和長輩說話 真是沒教養 穆海秋 你要是真覺得委屈 你大可以把那個秦軒給喊過來 咱們當場對峙 他如今無權無事 穆家家宴喊得過來 那是給他臉 還是說免了這個事 你救他就是為了私情 你 就是看上了這麼一個 不三不四 喪家之犬的東西 喪家之犬 不三不四 你說誰呢 喪家之犬 你幹什麼 喪家之犬叫誰呢 喪家之犬說你呢 喪家之犬叫我呢 奇怪 今天不是穆家的家宴嗎 怎麼會有你這種奇怪名字的人混淨 喪家之犬 你是姓喪嗎 你 哈哈哈哈 你 你就是秦軒吧 還真是牙尖嘴利 巧言善騙 看來我們沒有冤枉你 晚秋就是被這種人炸個片了 秦軒 木晚秋可是我沐家的罪人 你敢把他扶起來 是要與我整個沐家為敵嗎 你擔待得起嗎 我擔不擔待得起不知道 但你們若與我為敵 我的怒火 你一定擔待不起 不是你一個喪家之犬 你囂張什麼 喊你的怒火 你老婆都跟人跑了 喊你的怒火 我看你這是傢伙吧 啊 哈哈 哈哈 張家我遲走 但若是你管不住自己的罪 我借先滅了你 你 你放肆 木晚秋 你看看 你看看你找的這是什麼男人 你現在立刻叫出牧家大權 黏在你身上還留著牧家學業的份上 我牧家還能留你一席之地 否則 可別怪我不客氣 還沒掌權呢 就這麼囂張 若是被你掌權了 你還不得上天啊 到時候 怕是連牧家老爺子 你都不放在眼裡了吧 行了 都少說兩句吧 既然 秦軒來了 晚秋你就站起來回話吧 秦軒 我問你 你和晚秋到底是什麼關係啊 朋友關係 有什麼問題嗎 此次不被迫抗 絲毫沒有裝作做事的樣子 晚秋的病更是重疾 此次竟然能一直懸疑 難不成他真的大有來的 你等會兒 是男女朋友關係 不是一般的 普通朋友關係對不對 就算現在是普通朋友關係 那又怎麼樣 你胡說 車行經理都在這兒 穆晚秋送你車 送你妹妹衣服玩具 我們都知道 你還敢狡辯 送車送玩具 就是男女朋友關係 那我敢問 你的車和衣服 還有小時候的玩具 都是誰送的 穆晚秋小姐這麼好的姑娘 你們天天盼著她找男朋友 把她召集往外嫁 到底是什麼原因 明也人 誰看不懂 你還倒打一把是吧 如果你們沒關係 你今天又是以什麼身份 站在這裡的 我們穆家可沒邀請你 你沒資格站在這裡 這個問題問得好 經過我昨晚一晚上的考慮 我決定 追求穆小姐 做她的男朋友 所以我來了 秦軒 你是認真的嗎 我請教蒙男 你不曾嫌棄我分好 還一直陪著我 不是像你這麼好的姑娘 我秦軒都把握不住 那我秦軒 掉這雙眼睛還有什麼用 穆小姐 我知道你未必相信 可我保證 只要你願意跟我在一起 我一定給你萬人之上的生活 你願意和我在一起嗎 你願意和我在一起嗎 我願意 而且我相信 你可以的 我不同意 我也不同意 你可是要嫁給拓拔家二公子的 你瘋了 你看上這麼一個廢物 如果讓拓拔海公子知道 我會放過你的 你們憑什麼不同意啊 當初去找拓拔家的 又不是我姐 現在 有什麼讓我姐 跟你們擦屁股 說得對 當初誰答應拓拔家的誰去 想拿我當交易的籌碼 你們做夢 媽 這次您無論如何得站在我這邊 晚秋要是悔婚 我們牧家可又完了 那可是帝都拓拔家呀 是啊老爺子 你可不能讓晚秋胡來 那秦軒是個什麼垃圾東西 根本配不上晚秋 你們跟我講清楚 到底是怎麼回事 老大 你又背著我和晚秋 跟拓拔家搞什麼交易 就是去年 我們公司出現危機的時候 拓拔公子說可以幫忙 前提是要和晚秋聯姻 我想這是好事啊 是吧 所以我我就答應了 老爺子 我們可是一片好心 拓拔家那可是帝都頂級家族 別人想嫁都嫁不成 是啊 這五晚秋早晚都要嫁人的 這嫁誰不是嫁 嫁給拓拔海公子 這可是他的榮幸啊爺爺 混賬 晚秋可是你的親堂姐呀 你竟然說出這種混賬的話來 反正 這個事情已經許下了 要是鬼魂 我們牧家可真的就完了 那時候 你 你有什麼臉面去地下見 見 列祖列 宋啊 閉嘴 你這個不仁不孝的東西 你還有臉操心我 你想想到時候 你到了地下 你用什麼臉見你的二弟嗎 你們牧家家宴這麼人嗎 昨天都不通知我 也太沒誠意了吧 姐夫 這件事情不能怪我姐的 我姐是擔心你的處境 所以才沒跟你說 你這人好奇怪 大伯都要把我許配給拓拔二公子了 你就一點都不擔心嘛 雖然說 我知道爺爺不會答應的 那拓拔家要是逼婚呢 拓拔家要是逼婚 我不介意讓拓拔家 從這個世界上消失 讓拓拔家 從這個世界上消失 姐夫 你好霸氣啊 爹爹 爹爹 我這個人 比較宠妻 不對啊 我們怎麼自己吵起來了 這拓拔海公子 又不是今日過來提親 我們日後 有時間商討此事 也對呀 老爺子 跟拓拔家的婚事 我們以後再說吧 當下還是要搞清楚 晚秋和秦璇 到底什麼關係啊 我姐 都答應當秦璇女朋友了 他們有什麼關係 你們還不公主嗎 不對 你們少傅弄我 沐家家宴 可是德行一手操辦的 他並沒有給秦璇發邀請函 他是怎麼進來的 對呀 秦璇沒有邀請函 根本進不來這龍文山莊 可他現在在這裡 這就足以說明 沐晚秋和秦璇早就混在一起 而且提前給了他邀請函 我沒有 對 好奇怪啊 你怎麼進來的 這龍文山莊 查得很嚴吧 還能怎麼進來的 肯定是偷摸溜進來的唄 龍文山莊的徐經理 斷不可能放他進來 你們少不說八道 你們一家三口 不就是想知道 我怎麼進的龍文山莊嗎 晚柔 告訴他們 是我帶我姐夫進來的 我跟徐經理說 那是我姐夫 徐經理就答應了 你們不相信的話 就讓徐經理好了 我可沒有放他進來 你是他們肯得太快了 你們兩個小兔崽子 待會兒給你再走 老爺子 你們沐家在此舉辦家業 對了 這張龍文卡呢 送給你 也是我們龍文山莊的 給他一點心意 這 這龍文卡 老夫畢生都沒有求得 徐經理 您今日就直接送給老夫了 老夫受寵若敬啊 對了 徐經理 還有這個家宴的場地 您給直接調換到了六文龍殿 徐經理 您是不是搞錯了 老爺子 您不知道 你們沐家被大人物看上了 所以才破格在這六文龍殿 舉辦家宴 還有這龍文卡 也算是和你們沐家 結了善元 那個大人物 今天可是要來參加你們家宴的 您是說 那個大人物還要參加我的家宴 敢問這位大人物是誰呀 也太厲害了吧 這龍文卡 據說在整個雲州城 也才送出去兩張 沒想到 我們沐家竟然就有一張 徐經理 方便透露一下 這位大人物是誰嗎 都說了是大人物 自然是連我也不知道是誰了 不過這大人物手裡 有陳殿主的戀盤 那當然也是龍靈殿的人了 各位 好好想想 什麼時候 救過什麼人 解交過什麼戰緣吧 好事多謀 慢慢想 這位先生 我們龍文山莊的規定 沒有邀請函是不允許進來的 請你不要為難我 要么出示邀請函 要么 我就把你帶出去 我既沒有邀請函 也不會離開這裡 我剛才說的話 你是沒聽見吧 我說了 我們龍文山莊今天有大人物要來 你要是小撒野 我還是找到你 現在 給我一個不把你搶出去的地方 那就別怪我不客氣 理由 我就是你嘴里說的那個大人 這個理 夠嗎 我就是你嘴里說的那個大人 這個理 夠嗎 先生 這玩笑可就不開大了 如果是真的 請出示令牌 他秦軒如今在雲州城什麼身份 您難道還不知道嗎 秦家覆滅 老婆跟人跑了 家產還被捲走了 連自己親娘也都被活活氣死了 她的話也能心 您還是出示令牌吧 我指認令牌 不是我說秦軒你還裝上了呀 你要是都算大人物嘛 那我豈不是泰山北斗 那我爹 豈不是天上的仙君啊 仙君談不上 可總比某些 連臉皮都不要的人強 秦軒 這事可不能開玩笑 事關我們穆家的未來 你真的是徐經理口中所說的大人物嗎 穆婉秋 我看你是被戀愛衝回了頭腦 這個人的鬼話也能信 他要是什麼傳說中的大人物 怎麼摸了半天 也還不見令牌拿出來呀 我是不是徐經理口中的大人物 暫且跟說 就你們這一家人 這口嘴臉 就算大人物到了 也懶得和你們這一家 有任何瓜可 你 慌望的小孩 我們這麼做都是為了怒家 而你這種連家族都沒有的野狗 怎麼可能知道 家族對我們有多重要 為了牧家 你們就可以善可把我結婚給別人嗎 你閉嘴 你算什麼東西 這裡還有你說話的份 行啦 怎麼又吵起來了 就不能消停點嗎 老大 這 拓拔家是帝都的頂級家族 會不會和龍靈殿有關係啊 徐經理所說的大人物 會不會 拓拔二公子拓拔海 那可是帝都龍靈殿殿主 天龍相的弟子 如此看來 這大人物 就是拓拔家的二公子拓拔海 就是拓拔家的二公子拓拔海 這也太厲害了 沒想到拓拔公子 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 如此大人物 要是真能成為我牧家的女婿 那我牧家崛起就承認可待了 對呀 對呀 腕秋啊 你可要把握住啊 你錢打不還能害你嗎 不可能害我姐 你害我姐的次數還少嗎 更何況 拓拔家看上我姐 只不過因為他們想通過聯姻 來吞兵牧家 你見到他們傻子嗎 萬榮說的對呀 他拓拔家是帝都的頂級家族 如果沒有足夠的利益的話 怎麼會和你這一家糊都帶走 這其中 畢地有所圖謀 我決定 腕秋繼續執掌牧家 我這個爸爸呀 哪有這麼複雜嘛 人家拖拔家又想吞逼我們 我們連反抗的機會都沒有 是啊 老爺子 他牧腕秋一個姑娘家 他早晚上要嫁人的 德行才是你大孫子 德行還是長孫 你不能這麼偏心啊 爺爺 你偏心我不服氣 你不服依地拿出能力來 你有那個能力嗎 這些年若不是婉秋的話 咱們墨家早就覆滅了 我已經決定了 誰再敢多言 立刻卷鋪該走人 好好好 我不說就是 您發那麼大脾氣幹嘛 好了好了 婉秋掌權就婉秋掌權唄 反正都是一家人 誰當權還不都一樣 那爸 討拓拔二公子此刻 可能已經在來的路上了 我們是不是得準備什麼 是啊老爺子 這樣的大人我可怠慢不得 當務之急啊 還是把秦雪這個廢物趕出去 這樣啊 才能讓婉秋去接待拓拔二公子啊 你們知道 必都拓拔家聘禮道 聘禮道 這個陶八海還真會挑手 這下好了 怕是賽場所有人 都認為他是那個大人 那我就算把另一半 估計也沒人信 帝都拓拔家 送雲秋木家 黃金萬兩 壁王綠手鐲一對 沙漠之星鑽石項鍊一條 現金五千萬 限量款跑車一輛 這聘禮也太多了吧 千萬好幾個億啊 不愧是帝都拓拔家 那一出手就是王炸呀 這個聘禮就算對方是個傻子 我都願意嫁 現在的婉秋姐 他心裡指不定多後悔呢 我的天哪 這麼多聘禮加起來 都已經頂得上我們母家破壞的辰業了 莫婉秋 拓拔公子的聘禮都到了 你怎麼還牽著那個廢物的手 拓拔公子要是看到了 他是要生氣的 他開不開心 與武後甘 天父 恐怕這次拓拔海 是挺了心要娶我姐 這可怎麼辦啊 你放心 有我在 沒人能強迫你姐 秘密都拓拔加二公子 拓拔海到 晚輩拓拔海見過老爺 為了感謝老爺子將碗求下給我 晚輩特備國力 还望老爷子您不嫌弃 这是 此乃三转活血丹 是我师父天龙相亲自炼制 此丹具有活血化鱼 加速血液流动 激发身体潜能的作用 是晚辈 特意为老爷子准备的 这拓拔海 倒真有心啊 晚辈素吻老爷子身体一直欠佳 不如先服了丹药 晚辈和晚秋小姐的聘礼大典 不容忌 丹药能活血 激发身体潜能 老爷子吃了几不食药 爸 这药不能吃 是啊爸 这蛋药不能吃 奇怪 这大伯一家 一直恨不得我早点嫁出去 怎么现在 却阻止爷爷服用 拓拔海带来的丹药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呢 心里有鬼呗 沐山 你什么意思 这是我给老爷子准备的丹药 为什么不能吃 你最好给我一个警示 贤侄 你误会了 我们之所以阻止老爷子服药 是因为 是因为他 这个臭小子 他是谁 他叫秦轩 是啊 晚秋啊 也不知道被他灌了什么迷魂药 非药跟他在一起 我们怎么去也没用 我们也是担心 晚秋他不愿意嫁给你 所以您的好意 我们也不敢收啊 所以才不敢让老爷子服下您送的丹药 秦轩 没听说过 云州城四大家族好像没有姓秦的 曹巴公子 您有所不知 这个秦轩就是个丧家之犬 老婆不几个人跑了 连老娘都被活活打死 这种蝼蚁 您没听说过 也正常 蝼蚁而已 也配合我争 老爷子 身体要紧 您还是先服了丹药吧 贤侄 晚秋已经成年了 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我看 您可以和秦轩竞争如何呀 这老东西真是不是太 一个蝼蚁也配合我公平竞争 只要他死 孟晚秋还是我 晚未敬重老爷子明事里 一切就按您说的吧 现在 请您先服了丹药 身体康健 来 可来什么都没用了 你不查我的令牌了 还有这个必要吗 拓拔公子都来了 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的鬼话吗 如果你能拿出令牌 老子把眼珠子抠出来 拿给你当泡菜 那还是算了吧 就你这双眼睛 长在谁身上 都是白瞎 成口哲这块有意思吗 拓拔公子 欢迎您来到我们龙文山庄 我是龙文山庄的徐经理 你可是我们龙文山庄的贵客呀 有没有 安排得你还满意吗 徐经理 我们很熟吗 拓拔公子 您说笑了 我平日 哪能见到您这样的大人物 直到您要来 我们领导特意吩咐 一定要把你照顾好 是啊 拓拔公子 为了迎接你的到来 龙文山庄 将我牧家的宴会厅 提升为了六文龙殿 那可是云州城四大家族中 排名前两名的才能用 我们牧家 这次也是沾您的光 对对对 要不是拓拔公子您 我们牧家 怎么能有资格 在这个六文龙殿里摆家宴啊 我想你们应该是 搞错了 我来参加你们 牧家家宴的事情 并没有告诉过别人 在此之前 我也没有来过云州城 更不认识你们说的 什么龙文殿主 怎么会是因为我 公子 您有所不知 龙文山庄 其实是云州城龙林殿的产业 那必然 都是和龙林殿有关系 而您 不是帝都龙林殿 殿主的弟子吗 所以 肯定是 云州龙林殿陈殿主 他知道您要来 特意让人安排他 陈玄青 这会儿人这是什么都不知道 陈玄青和我师父 他能这么好些 你们搞错了 拓跋公子 您真是太谦虚了 连徐经理都确定是您 那 如果不是您是今天大人物 那还能是谁呀 难不成 真的是那个死皮赖脸 在这待着不走的秦轩吗 拓跋公子 您是不知道 那个秦轩 刚刚还自称是徐经理口中的大人物呢 我这个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这样脸的人 你们一家人三番五次的对秦轩是乐与相向 若再会这手里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行 这人可比照片漂亮多了 刚来沐山说没有骗我 拓跋公子 当初联姻是我大伯一家人答应你的 我对此事毫不知情 所以 请你不要为难我和我男朋友 当初谁答应你的 你就去找谁兑现承诺 我是不会嫁给你的 宛秋 你胡说什么呢 那个是拓跋公子 这么好的男人 又是大的登陆 你也找不到第二个 宛宛秋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拓跋公子那是什么身份 秦轩能比得上他吗 拓跋公子想要捏死他 那就是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我这个人不喜欢弯弯绕绕 说话做事 一向直言不讳 宛秋 他能给你的 我一样能给你 他给不了你的 我照样能给 喜欢什么数字自己听 然后彻底从宛秋身边消失 我可以不介意 他跟你在一起 那我要是不答应 那我就只能让你 从这个世界是消失了 能让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或许存在 但绝对 不如分析 托八公子 你也看到了吧 这个秦轩 他简直就是狂妄自大 简直就是一个没脑子的穿住一个 宛秋就是瞎了眼了会看什么一个垃圾窝囊废 你这样的脑子还真是不多见 你与我乃是晕泥之铁 我都不知道你哪儿来的勇气这么跟我说话 宛秋 他到底哪点配得上你 我拓拔还能给你的 他不仅这辈子就下辈子 他也给不了你 是啊 宛秋 你可别犯糊涂 拓拔公子是龙文山庄的贵客 若不是今日他前来 我们穆家怕是这辈子都享受不到六文龙殿的这种待遇了 宛秋 只要你现在当着所有人的灭 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你仍然可以享受我拓拔家的尊荣与富贵 你们穆家将来也会成为云州城第一家族 多谢拓拔公子 是宛秋不配享受这些 拓拔家的尊荣与富贵很稀罕吗 云城第一大家族很强吗 这些东西在我的眼里 不过是些俗不可耐的东西 如果宛秋想要 我随时都可以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当真不怕死 秦轩 你还能不能有点自知之谜啊 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大话上瘾吗 还是吹牛逼上瘾 你怎么不去牛逼场上班啊 真是不知所谓 你要是冲撞了我们木下 可以就算了 竟然还敢冲撞拓拔公子 真是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拓拔公子 我跟你说的很清楚 请你不要为难我和我男朋友 莫婉秋 我们可是一家人 你这不说是什么意思 是啊 莫婉秋 你想害死我们吗 你不嫁给拓拔公子 你让我们怎么跟拓拔公子交代 你们自己许诺的事情 凭什么牺牲我姐的婚姻 你们恶不恶心 莫婉秋 死完 拓拔公子 您息怒啊 婉秋她是一时糊涂 会想明白的 是啊 拓拔公子 你别提莫婉秋胡说 他们俩的事啊 我穆家是不会同意的 婉秋啊 迟早是要嫁给您的啊 老爷子 你倒说句话呀 贤侄啊 我刚才说过 让你们公平竞争 你现在是何必呢 婉秋这丫头 脾气倦 不能够强来 要慢慢的接触 穆老爷子 不必了 你当真以为我非他不娶吗 贤侄 你这是何意啊 何意 穆老爷子难道猜不出来吗 莲姨并非是我唯一的选择 既然她穆婉秋不识好歹 那么将来穆家破产覆灭 穆老爷子也别怪我 心狠使望 贤侄 你 爷爷 穆婉秋 你到底要怎么样 你真要把我们穆家 推进万切不复的境地吗 我可告诉你 我们穆家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 就是我们穆家的罪人 明明是你们跟 杜巴海做的约定 凭什么关在我姐姐身上 我看 让穆家陷入万劫不复的 就是你们一家人 你放肆 这里哪有你说 哎 哇 那个宛柔也是女生 她年纪也到了 杜巴公子 要不 要不您看看宛柔行不行 她现在 还是单身 大碗宛秋的主意 还要大宛柔的主意 我怎么有你这个畜生儿子呀 他上这么个大伯 真是难为你们两姐妹 你笑什么 都是因为你这个碍眼的东西 若不是你 万秋他能聚婚吗 许经理 还不赶紧把这个碍眼的东西 轰出去吗 还不赶紧把这个碍眼的东西 轰出去吗 这位先生 您三番五次在这儿捅饭 更是搅得穆家家也 无法正常运行 所以 请您立刻离开 否则 就别怪我 不客气 齐轩是我男朋友 我可以现在给他请解 你无权赶他出去 不好意思 穆小姐 此人得罪了我龙文山庄的贵客 拓拔先生 如果你只意要护他 我只能连你一起赶出去 如果他是贵客 到底是谁 龙文山庄怎么会用你这么糊涂的经历 连谁是贵客都分不清楚 放肆 你在说什么 难道我说错了吗 刚刚是谁口口声声地说 贵客手中持有陈殿主的令牌 可是从拓拔 一进入到这间宴会厅开始 谁又见过他手中的令牌呢 这小子倒是提醒我了 真正在大人物手中 必然有陈殿主的令牌 拓拔还好像真的没有拿出来过 我最好还是确认一下 如果真的搞错了 我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 得赶紧找出持有令牌的大人物才行 拓拔先生 人黄走不迟 不如你把陈殿主的令牌拿出来给他看看 这样正好也能封住他的嘴 如何 令牌 什么令牌 老子哪里有陈玄青的 不过 别问了 他拿不出来 谁说拓拔先生拿不出来 因为真正的令牌 在我这儿 带我这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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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秦轩 这句话你好像几分钟前就说过了 你要是有你倒是拿出来呀 你就他这一身穷酸眼 还想拿头陈殿主的令牌 陈殿主这种大人物怎么可能认识他 破拔公子 你就不用再低调了 你就直接把令牌拿出来 狠狠打着秦轩的狗脸 也好让我们大家都开开眼界 这些这龙鳞殿的令牌啊 我们都没见过呢 是啊 拓拔公子 别愣着了 赶紧把你的令牌取出来 我也等着被打脸了 女神怎么会取这么蠢的女神 明明只要秦轩拿不出来令牌 就会被轰出去 这个蠢女人竟然让我拿令牌 老子上哪给她拿令牌去 嗯 徐经理 令牌我 令牌就不必了 以拓拔公子的出身 以及和帝都龙鳞殿的关系 还不需要用令牌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赵道您 一点小事都办不好 拓拔公子 我代表龙文山庄 向你道歉 现在立刻就出名 来人 把这小子给我废了 挂门口示众 这就是来我龙文山庄 捣乱的下场 你们不准东西区 沐小姐 今日虽然是你们沐家的家业 可是你们的分量 还不足以和拓拔公子相提并论 你若是再蛮横不讲理 可别怪我 不客气 天父 你真的有陈天主的令牌吗 我就赶紧拿出来吧 那就睁大你们的狗眼 好好看看 谁 才是你们龙文山庄的贵客 爷爷 不客气 你 爷爷爷爷 去打一壶热水快去啊 没时间解释 立刻去 哦 爷爷你没事吧 是啊吧你别吓唬我爷爷 大爷子你没事吧 不 你别吓唬我呀 爷爷你可不能死 这还没分家呢 放心我死不了啊 刚才吐出的是瘀血 这三转火血丹 果然是名不虚传 瘀血吐出来之后啊 我感觉到回身舒坦的好度啊 我家师尊炼制的丹药自然是好的东西 本来你们老爷子每年都有机会吃一口 可惜啊 如今没机会了 爸听见了吗 要是晚秋能和拓跋公子联姻的话 这弹药你每年都能吃得到 是啊老爷子 你就不要再犹豫了 这样的好事怎么可以天天都有啊 混账 我就是死了 也不会答应晚秋嫁给一个他不喜欢的人 晚秋啊 既然你那么喜欢秦轩 你就去 姐夫 谁来了 宛柔和秦轩在干什么呢 老爷子 您刚刚吐血 我们可要担心的不行 哎 人家秦轩 现在都已经拆开餐具 吃起楼文宴了 沐婉秋 这就是你长的好男人 饿死鬼脱生的吧 住嘴 小荣 秦先生是不是不舒服 不是的 姐 姐夫说爷爷中毒了 他在给爷爷配着解药呢 啊 中毒 好你个秦轩 你敢堵住我爸中毒 我看你是活腻了 秦轩 三 再给我走 下次打爆你的头 在龙尾山中动手 你找死 愣着干嘛 你给我叫人 啊啊 安秋 快扶好老爷子 怕要吐血了 啊 爷爷 爷爷 老爷子 他怎么知道老爷子要吐血 而且还离得那么远 如此医术 怕是只有龙林殿的神医能做到 难道上面说的大人物真的是他 秦轩 我爷爷会迷了 他中了什么毒啊 老爷子 兔满海 是不是你的三转活血丹的问题啊 没错 老爷子刚刚吃了三转活血丹 还中毒吐血了 那肯定使得丹药有毒 说本杀到丹药有毒 我看你们是瞎了你们的狗眼 难怪一辈子缩在这种小地方 当上不了台面的垃圾 秦轩 你刚说你在调皮几样 你是不是有办法救爷爷 我求求你救救爷爷吧 有完没完 你能滚开 否则竹出木家 好啊 木婉秋 你就给老爷子喝呀 谁要喝出个好歹 我看你还有什么颜面 掌管顾家大权 你把嘴给我闭上 小柔 晚秋 让老爷子身子前倾 他还会吐血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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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爷爷的呼吸越来越慢了 木婉秋 都是你干的好事 你现在就把我们该得的那份给我们 然后自信做出木家去 那不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老爷子死了 当然是分家产了 难道会让你一个人 霸占整个木家家产吗 也要已经调试好了 快送过去 好 站住 谁知道你们调配的是些什么东西啊 要是害了我爸的性命 你站在那起吗 就是 如果老爷子喝了 真的出问题 你白死莫属 老爷子要是真的死了 你们就不怕半夜鬼敲门吗 有些事情是瞒不了一辈子 你胡说什么 此药名为九转回血丹 不仅可以活血去瘀 还可以 登寿十年 解药 就是由此丹药调制而成 九转活血丹乃龙陵殿九大志 之一价值连城 就连我拓拔家都没资格拥有 你凭什么呀 你们拓拔家的确没有资格 享用此等丹药 我相信秦轩 大布 救爷爷的命要紧 你快让小如过来呀 我不同意 秦轩身上怎么可能有龙林殿的珍宝 慕婉秋 我看你就是想害死爷爷 然后你好彻底掌管慕家 我说的可对 有完没完你们快看 否则猪生慕家 我是真没想到 来一趟云州城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一幕 看来不需要我拓拔家出手 你们慕家自己就开始温家拆户 拓拔海 你别跟我今天带走 我爸爸又是死了 你也拓不了干系 是吗 那你报警啊 我拓拔家自己的东西 我不知道吗 有胎子就去报警啊 拓拔公子 你也不必如此猖狂 今日之事 我慕婉秋自然会调查清楚的 婉秋 老爷子中的毒 和他的丹药没关系 秦轩 你说的是真的吗 那我爷爷的毒是哪来的 老爷子体内的毒是本身就存在 三转回血丹是真的 这里可以从老爷子服用完 三转回血丹之后 毒花时间这么短就你看出 秦轩 你糊涂些什么呢 什么叫毒本来就有 我爸的身体之前一直好着呢 哪里像有毒的样子 好啊秦轩 我真是没想到 原来是和拓拔海站在一起的 慕婉秋 这就是你找的好男人 老爷子完了 我们现在就要分家产 爷爷 爸 您这是回广反正要交代 爷爷分家产了吗 爸 我可是您亲儿子 您可不能把所有的家产 都分给慕婉秋啊 老爷子 您都这样子了 也别怪我说话难听啊 德行可是您亲孙子啊 那肯定是要分最大的家产 不然我这个儿媳妇 肯定是不答应的 畜生 你着急等我死 好分家是吧 行 现在你就立刻卷铺盖走人 莫家不给你一分钱 给我让开 恩人啊 老夫已经走进了鬼门关 是恩人就把老夫从鬼门关给拉了回来 恩人 爸 您搞错了吧 他 他怎么能是您的恩人呢 不是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不知道吗 恩人啊 老夫从来就没有中过毒 这体内怎么会有毒呢 你中过毒 孙子你不知道 你中毒 乃是慢性毒药 蛇骨草之毒 每次摄入量不多 就不会察觉 但是时间一旦长了 就积聚下来 慢性毒药 你的意思是说 爷爷早就中毒了 但是平日里面看不出来 三转活血丹 是活血的丹药 使体内的血液快速流动 把五脏六腑的毒性激发出来 从而产生中毒的迹象 聪明 可是姐夫 你那个九转活血丹 不也是活血丹药吗 怎么就能够解蛇骨草的毒呢 这 就是丹药品质的差距 三转活血丹不能排毒 但九转活血丹 不仅可以排毒 更是能增收十年 老爷子 身体底子太差 我仅仅是取了一些丹药 给你服用 老爷子 这是剩下的九转活血丹 万秋啊 你找了个好男人 要救了爷爷的命 爷爷都不知道 应该怎么改叶 老爷子刚才分明不行了 可服用了秦宣的丹药 却能起身 霍把海说 那是农灵制宝 难道他真的是 秦宣 你少装着弄鬼 没有你拿个令牌 一晚上都没拿出来 看老子不 赵总 你打错人了 打的就是你这个 不长眼的糊涂蛋 还不快 给秦先生 跪下道歉 你这个有眼无珠的废物 荣文山庄负责人赵天 向贵客道歉 是小子有眼无珠 惹到了贵客 还请您责罚 赵总 你是不是搞错了 他怎么可能是贵客 你不是说了吗 拓拔公子才是贵客 而且身份都不用验了 有眼无珠 你自己想死 别连累我 贵客 这小的不长眼 撑住了您 还请您责罚 秦先生 我代表荣文山庄 全体上下 请求您的责罚 是我有眼无珠 得罪了先生 但其他人 都是无辜的 还请先生 对他们网开一面 哪怕因此 要了我的命都行 你倒是挺讲义气 罢了 也没那么严重 就罚你降职一层 扣掉半年心事 至于他 眼力见不醒 让他 从服务员做起 好好练练眼力见 是 多谢秦先生责罚 赵天 被驴踢了吧 老子才是你的贵客 不是他 男人 把拓八海给我拿下 来 别闹 赵天 敢跟我们 拓八加作罪 提婚你了吧你 拓八海 你若真是我们 龙文山庄的贵客 直接把 陈殿主的令牌 拿出来 不然 就别废话 刚刚是你 自己说我的身份 不需要令牌 现在又要你 什么意思 难道我拿不出来 他就有吗 看来我猜对 这个拓跋海手里真的没有令牌 令牌应该就在秦轩手里 你别管秦先生有没有 不过你刚刚说了 你没有 没有令牌 那你就不是我们龙温山庄的贵客 把这个冒充贵客的家伙 给我轰出去 给我轰出去 赵天儿 别老 我早晚弄死你 还不轰出去 张董 你是不是搞错了 这可是拓跋公子 这秦轩的身份 还能比得上拓跋公子吗 是啊 张董 你可一定要搞清楚 你们在质疑秦轩的身份 你们也想被丢出去吗 不不不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赵董 您这么自信的恨 那您倒说说 这个秦轩到底是个什么身份 秦轩轩的身份 你不会知道 还不给我轰出去 先别让拓跋海走 暂时让他闭嘴就行 留着他还有用 是 一切都听先生了 你们三个 现在还对我的身份有疑问吗 没有 赵董说您是贵客 您就是 好 已经解决完一个 剩下 就是解决你三个 秦轩 你 你想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待会就知道 老爷子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要有心理给力 这蛇谷草虽是慢性重要 可长期接触的人 这手指上就会长出黑斑 一旦毒发 那就是全身亏了 你大可以问问你大儿子一家 他们的手上 是否有黑斑 我的斑 不是老年斑 秦轩 我不想死 求求你 救救我 秦轩 我不想死 救救你 救救我 我的手上竟然也有 秦轩 救救我 不黑斑 我不想死 秦轩 救救我 救救我 天作业 有可无 尽作业 不可无 秦轩 秦轩 你 你 你 救救我 秦轩 我是万秋的亲大伯 等以后你们结婚的时候 我还要出席呢 秦轩 对对对 对对对 我可是万秋的亲大伯娘 我也要参加你们的慧宴的 秦轩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你们还想吃喜 大可不必 我们沐家 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一个畜生儿子 滚 爷子 这能怪我们吗 我们明明才是大方 而你呢 你把沐家的掌控权 都交给沐婉舅 他父母早就死了 你什么气在我们头上作为作福 你也太偏心了 晚秋 晚秋 把他们都给我赶出去 就算 就算我从来就没有过这个儿子 是爷爷 来人 救救我 妈 我是你亲儿子 您是我亲爸 爸我错了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爸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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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走 爸 走 走 快走起来 爸 快点 爸 走 走 爸 爸 我 本人 让你见笑了 老爷子 您叫我秦轩就行 毕竟 我是晚秋的男朋友 说起来 也是晚辈 这世俗之争 犹如龙子夺地 谁家都难免 您放放心就好 秦先生 穆小姐 其他参加宴会的人该来了 其他人 参加宴会的人 都在这儿了呀 我们穆家就这点人了 还有谁来了 他们不是来参加你们穆家家宴 是来参加别的宴会 别的宴会 什么宴会 龙明宴 帝都王驾到 天州钱驾到 百州风驾到 梁州夜驾到 怎么百族的人来了 小宴叫叫夜 怎么可能惊动他们 倒是 不好 这些都是百族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放心吧 是好事 你们看着就行 月夜 明夜 小柔 傅爷爷先去休息 好 喂 情况有变 龙温山庄举办龙明宴 速来 呦呦呦呦 我以为这是谁呢 原来是我们家的前废物女婿呀 怎么 刚刚我们家小宴分手 就拍上沐家的人了呀 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你 秦轩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在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了 今天这里百族齐聚 是要举办龙明宴 什么狗屁家眼 也敢和龙明宴共用一个地方 还不赶紧滚呢 看来你们沐家还不知道 也是 你们沐家即将被踢出 四大家族行列 不知道也是正常 我们张家即将取代你的位置 你胡说什么 就是 我们根本就没有接到通知 今天要举办龙明宴 沐小姐 这里的确马上要举办龙明宴 情况紧急 所以没有来得及告诉你们 不过你们沐家 本就有龙明宴请柬 所以你们可以留下 参加龙明宴 秦先生 我们先去处理后面的事情 秦轩 他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没落了 连消息都不领通 今天这里百足齐聚 他们不是来参加龙明宴的 难道是来参加你沐家家宴的 你沐家多大脸呢 就是 我落花道和秦轩这样的人渣 混在一起 你还当你们沐家 这是大家族啊 秦轩 你还真是个扫把心爱 到哪里活活到哪里 恐怕这沐家也快被你祸祸没了吧 秦轩 你还是赶紧走吧 这里可不是你 我待在哪里 和你有关系吗 我女儿这是关系你呢 你别给脸不要脸 没错 你也不看看今天到场的人 都是嫌什么身份 你好意思舔个脸留在这儿 祝克 你们有什么资格说秦先生 你们有什么资格说秦先生 算了 晚舅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可是他们实在太过分了 狗咬你一头 你还能咬回去吗 秦轩 你骂谁是狗呢 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你死皮乱脸的号在这里 有意思吗 你看看我们上党社会的交流 你就算赖在这里 能变成上层社会的人吗 你也得理解他 毕竟上层社会这四个字 他是不敢奢望的 莫娇 你能看上秦轩这个废物 我借你还是逛个号看一下 别瞎了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不需要你滚 今日龙明宴过后 张家将取代穆家 成为云州城新的四大家族之一 而你们沐家 我 秦轩 你可别闹了 赶紧走吧 今天这里要举办的可是龙明宴 可不是你这种身份该来的 我这样的身份 赵宇 我们之前身份差不多吧 这才多久没见 连身份变了 小宇现在可是张少的女朋友了 她以后更是张家的少奶奶 得你的身份 自然是与你一直别 秦轩 你这种垃圾也配跟我女儿相提并论啊 我是什么垃圾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 若我走 今日这龙明宴 那也不用犯了 你是个什么废物 我告诉你 就算你今天蹊跷流行死在这儿 我们酒照喝宴照办 还没你龙明宴办不成 你以为你是龙主啊 怎么 我不能是龙主吗 或者你告诉我 谁是龙主 或者你告诉我 谁是龙主 龙主大人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也是你这种废物 能配当的 秦轩 上司 冒充龙主大人还没吸取教训 真是不见黄和不死心呢 秦轩 龙主不能冒充 你可不敢再乱说了 就这样的人渣 莫婉秋 你到底是为什么能看上他 这是我自己的事 与你无关 最后再检告你不辞 不准说秦轩是人渣 莫婉秋 你真的观好看下 我看你现在还是不清楚 谁才是云东城未来主人 我张家的崛起 你看不到吗 我张家即将代替你们 进入四大家族之列 你也看不到吗 就你们张家 也想进入四大家族 你们张家是怎么崛起的 心里没点数 你说龙主要是知道你们这些动荡 会让你们张家进入四大家族呢 还是会直接把你们张家给命了 还是会直接把你们张家给命了 放肆你算什么东西 因为一策龙主的决定 是 我们张家的崛起是建立在你们秦家的负面之上 还有点不光彩 但是又如何 成王散了 成王负寿 自顾商场不战场 龙主当然是知晓的 我们家龙旭说的没错 龙主这样的大人物 什么样的大场面没见过呀 俗话说的好 泥将功成万古夫 你们秦家 活呆就是那干枯的师父 而我们家龙旭注定就是要被崛起的大将军 我还真就有话告诉你 我爹昨天去见了 龙主说了 我张东是云州城的青年才俊 以后未来的云州城 必然会有我张东的一席之地 什么四大家族 以后云州城 只要我张家一个家族 我张东就是云州城的天 现在你还能见到 我可以允许你亲了我奖相的地 作为你亲家的 我什么时候你他爹说过这话吗 看样子 他爹是站在屏幕下里的 是吗 我现在倒是很期待 你们待会儿见到龙主的表情 我现在倒是很期待 你们待会儿见到龙主的表情 你还很期待 你有什么资格期待呀 要不是你今天阴差阳错地站在这里 你连见龙主的资格都没有 还妄想想要见到龙主 还待一会儿呀 我们家龙旭跟龙主相谈圣欢的时候 某些人呀 会被当场丧家劝一样的被赶出这里的 还是赵姨看得清楚 早早地就把小玉从尼坑里给救了出来 有了张绍这样的好男人 那往后的日子 除了荣华富贵 还有无比崇高的地位 不像某些人一张嘴 除了吹牛之外 那其他的能耐是一点都没有 小玉 我好像记得某些人说要给你什么 那个万人之上的生活 你还记得吧 一个废物说的话你也信 看他现在这个落魄样 还有万人之上的生活 我看他自己就是一个孝 到底谁才是孝宝 过了今天 你们就会彻底明白了 秦轩我还真佩服你的勇气呀 我看你一会儿 还能有个小玉出来 谁这种不好了 天龙山已经率人杀过来了 其他分店也分为投降了他 我们怕是当不住了 速速通知龙主 天龙向谋反 企图加害龙主 让龙主快离开云洲城 殿主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这里信号都被屏蔽了 我们根本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 什么 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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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青 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天龙向 你作为帝都龙林殿店主 竟然敢无逆作乱 企图霸占龙林殿 简直是痴心妄想 我绝不会答应 整个龙林殿分店 超过八成人为我所用 你以为提前举办龙明宴 就能阻拦我吗 今天的龙明宴 就是我天龙向的上位宴 你做梦 你叛徒 陈雪青 虽然你平腕不理 但你身边有层面的人 他们更不想跟你一起受死 我陈玄青 是似效忠龙主 凝无你作乱 必造千钱 造千钱 我千龙相 我命赢我不有钱 你们看 那黄金椅子是干什么用的 那是龙主的位置 等会龙主来了 就会坐上去 只是奇怪了 这龙明夜的日子还没到 怎么突然提前了 还放在了这里 我觉得吧 事出反常 必有点 肯定出事了 姐夫 你说对吧 你管他 你们俩 就把他当成 是来吃习就行 有道理 就胡说 我们这些人 见到龙主是天大的负负 姐 我觉得 姐夫说的对 比起那些所谓什么龙主 我呀 还是哥喜欢吃习 欢迎诸位 从五湖四海来到我们云州城 今天 我们将一起见证 龙主大人现世 在龙明夜开始之前 我将宣布 未来几年内 云州城四大顶级家族的名单 好 张上 又要恢复 新的四大家族名单 对此 肯定有张家 恭喜张上 多年美梦 忠于成真 不愧是我的好龙婿呀 我这个赵母娘 都跟着沾光了呀 未来几年内 云州城四大家族 分别为 云州城 龙灵殿 分殿 好 首富 刘家 好 好 陈主 林家 以及 陈主 林家 以及 姐 你看他张家都站出来了 难道张家真的要取代我们母家了吗 你放心吧 张家不配 以及 牧家 让我们恭喜这四大家族 姐 我没听错吧 真的落在牧家 什么牧家 没有被提出四大家族 太好了 你没听错 我们牧家 还在四大家族行列里 秦萱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何止是知道 我说过我就是 你就是猜的对不对 你猜的这么准你太厉害了 姐不真棒 不对 不对 王强 你是不是搞错了 怎么可能是牧家 如今我张家的势力势力 都在他牧家之上 怎么可能是牧家四大家族 张上 四大家族的名单乃是龙主亲定 你是在质疑龙主的决定吗 不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我们备受爱戴和敬仰到龙林殿之主 龙主大人 登台 让我们有请龙主大人 登台 好 龙主 龙主 龙主在哪儿呢 要是能见到龙主 这可是我们毕生的荣耀跟光辉呀 龙主大人又出现了 姐 你说 那龙主大人 有没有可能看上我呀 龙主他不会 他也不敢看上你 姐你看姐夫我们两个恩恩爱爱 先亲我我的都不管妹妹我了 不要着急啊 我们两个不会够恩爱 哎爷爷你看他们 哎 臭垃圾 张董叫龙主上台 你上来干什么 吃饱了就滚呢 别在那暗眼 秦轩你疯了快回去 穆小姐 我和你保证过 会让你过上万人之上的事 现在我履行成了 你愿意和我一起上去吗 我 姐夫 难道你真的是那个什么龙 我说过 龙主不会看上也不敢看上你 因为 他看上你姐姐了 这 nacional 这个废物 怎么做上去了 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 这个废物是我们家的潜行序 她怎么可能会是龙主的 王强你疯了 让这个废物玻悟龙主的宝座 你真该死 没错 这个废物 还有什么资格 坐在龙主的座位上 你们 你们简直就是疯了 龙主大人 这些人 五次三番地针对你 而且还污蔑你 您看 要怎么处理一下 不必了 待会儿 我会亲自处置他们 星星 你真的是龙主啊 我不止一次和你说过 只是每次 不是被你堵住嘴 就是吻住嘴 挺好的 以后 我要天天守 这时候了还开玩笑 宴会继续 龙主献士 龙民姓灵 百足跪拜 拜见龙主 拜见龙主 起来吧 爷爷 爷爷 没想到姐夫 竟然真是龙主 嗯 忘了忘了忘了 没想到 这小子真的是龙主 我 小玉 你怎么把这么好的女生 给弄丢了呀 妈 当初是你让我甩了她 小玉 小玉 你还有机会 是 她那么喜欢你 当初甚至轻易相信你 去了南洋投资 只要你肯回头 她肯定还会跟你在一起的 对啊对啊 小玉 你现在去找秦萱 肯定还会有机会 杀杀 张东西 哎呀 你现在还管她干什么 秦萱 她是龙主啊 而且 你看看穆婉秋 站在她旁边 你要是错过了 可就真的让穆婉秋给紧漏啊 你要干什么 她是假的 她怎么可能是真的龙主 张东 我们已经结束了 我发现 我喜欢的是秦萱 抱歉 你刷我 张东 你要是真为小玉好的话 就不应该拦着她 没错 小玉她跟秦萱两个 感情这么深厚 要不是你从中做梗 他们孩子恐怕都怀上了 你们这家子墙头草啊 扫我下来眼 我看上你这个女儿 抬开吧你 你真可爱 你真会起 秦萱 我有话要对你说 我其实真的喜欢你 我们重新在一起 好不好 在一起 赵羽 你还要你吗 秦萱 我是真的喜欢你 那些事情都是张东 他指使我那么做的 我是一时鬼迷心窍 我真的喜欢你 是真的 抱歉 我不喜欢你了 秦萱 你别那么绝情 这是我给你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你要把握住 就算你真的不喜欢我了 可是我是你明媚正确的妻子 是 你龙林店的财产 就分我一半 赵羽 真可悲 原来你想的是这个 如果当初我在南洋蒙难的时候 你没有选择和我离婚 这龙林店的资产 的确有你一半 可如今 你我都已经离婚了 你还有什么资格 舔着脸来问我 要龙林店的资产 你 哎呦 好你去 你会好好说吗 我女儿不是已经回心转意了吗 以前不是说 赶紧她了吗 你可不能变心呀 再说了 现在年轻的 有几个不离婚的呀 大不了 你们再去领一次证就得了吗 那不行 现在就去领 没错 秦萱 小月她已经低头认错了 而且还要主动和你在一起 你 你也别不是好歹 错过这一次 你可就永远没有办法拥有小月了 放肆 死到临头 还敢对龙主不尊 来人 拖下去 拔掉舌头 拖下去 拔掉舌头 我不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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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萱 你饶了我吧 你饶了我吧 秦萱 秦萱 你别太过分了 我已经拯动道歉了 别给你机会了 难道 你想永远失去我吗 失去 你现在对我来说 连陌生人都会 我不想听你们在这儿裹躁 来人 拉出去 我呢 老人 老人 没有 秦萱 秦萱 男人 秦萱 秦萱 你不能远 陆主 陆主我知道错了 陆主 您打人不及小人放 您就放了我吧 我马上让人归还 您其他资产 而去还 十倍 百倍 秦萱的资产 我自然会要 只不过你张家 没有存在的必要 临召成张家 丧心病狂 天理不饶 即刻摸出张斗 张家所有人 全部赶出云有丑 永世不得回来 遵 龙主令 天龙向斗 帝都龙陵殿殿殿主 天龙向 邪龙陵殿 二十七位分殿殿殿主到 天龙向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对陈殿殿出手 天龙向 你这是忤逆作乱 违背天道 我云州陈将士 绝不答应 龙主面前还敢放肆 你招死 陈殿殿主 陈殿主早就和我说过 你帝都龙陵殿 狼子也行 没想到你联络了这么多的分殿 还真是让我意外 实时务者为俊敬 陈先青 不是个聪明人 那龙主你呢 你是个聪明人 还是说 你要当忠烈 就凭你 还没有让我忠烈滋补 师父 别跟这小子废话 直接送他 看来你不是个聪明的人 那今天就让老夫送你上路 放肆 在云州城 竟然还想刺杀龙主 以好大的胆子 敢敢对龙主不敬 我刘家绝不答应 一个小小的云州城 城主和世家 也敢在老夫面前叫嚣 今天我就是要杀了 我看谁能拦我 谁敢拦我 在此的所有世家 今天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机会 只要投靠我 你们就可以继续享受 你们的荣华富贵 若是再敢阻劳老夫半分 今夜之后 全部封灭 我等愿意 成功天皇少大人 我等愿意 成功天皇少大人 你犯上 我中山城从不讲 谁不答应 没错 龙主乃是我被军荣耀 哪怕为龙主 妻子一战 你再所不惜 龙主乃天地所选 民心所向 这凭你也想选而代之 简直实实说梦 这帮不知死活的东西 我师父乃是龙灵殿 资历最深 辈分最高的殿主 他最有资格 继承龙灵殿 而他 这个二十出头的矛头小子 他凭什么拥有龙灵殿 爹你这是干什么 玫瑰 你爹这次 压对了 天龙相大人 已经收复了大部分 龙灵殿分店 如今秦萱 只不过是投有虚名吧 等天龙相大人 把他杀了成为新的龙主 我们张家 也将荣华富贵好几代 这怎么定 太好了 秦萱 你可差点让我做错选择了 还好你没答应 不然我就错过真命天子 张少人家刚刚 滚啊 谢 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 有 龙姓 误会 这都是天大的误会啊 都是那小子害得我们一时糊涂呀 你才是我们家小鱼最中的龟宿呀 你也是个贱 江少 这都 都是秦萱这个废物 他冒充龙主的身份挑拨了一件 我们 一直都是向着你们的呀 那当然了 你们几个站在一起 还真是绝备 今天 你们会为你们的选择 而感到骄傲 至于下跪的人 你们已经没有资格 挥连百足的行列 今日之后 不光他要死 所有的叛乱家族 全都要覆灭 现在所有的殿处 人家族都支持我师父 你还在这里叫笑 我只死过 师父 救我 人不大 脾气倒不行 今日老夫就让你知道知道 谁才配作真 龙林殿殿主之位 所有人 谁替老夫斩杀辞子 祝我登上龙主之位 谁替老夫斩杀辞子 祝我登上龙主之位 我云中张家 明为天殿主分忧 明为天殿主分忧 这小子这么能打 到底是什么实力 放心 天龙将大人会收拾他了 等他死了 我们再慢慢修复 和张少的关系 没错 张少那么喜欢你 肯定会回心转意的 小小的年纪 竟然已经达到了天神境 如果这样成长下去 恐怕没有人 能够撼到你的地位了 不过可惜呀 你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今天 就是你的死期 这儿 就是你的埋骨之地 师父 杀了他 你一定要杀了他 是 这儿天龙大人 你一定要杀了这小子 秦轩 这就是你假装龙主的故意 秦轩 你等着上路吧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嗯 你的实力 踏入了身亡境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龙主的天道所选 明星所向 其实力 也是你配拽策 这 我不敢见 呃 这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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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龙林殿 奉献了一生 这个位置 应该是我的 是我的 当毙自幼 死有余辜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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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主大人 都是天龙巷大人 威胁我们的呀 我们不得不走 还请龙主大人 饶命啊 还请龙主大人 饶命啊 我宣布 所有叛乱的家族 一律莫杀 龙林殿 重新实行分开制度 龙殿 镇九州 灵殿 医世人 云州城张家 覆灭 张东处死 没收赵玉一家 所有财产 逐出云州城 永世不得回来 听龙主 受灵 医生说 我们的孩子 发育得很好 过几个月 你就要当妈妈了 身为龙林殿殿主 你也不能查查 孩子性别啊 这有什么好查的 男孩女孩 我都喜欢 最主要的是 你是孩子的妈妈 就够了 身为龙主 说这种话 也不害丧啊 对了 最近有个叫做 秋风阁的悄然崛起 是不是你培养的 我连龙林殿 我都来得管 哪有什么兴趣 搞什么秋风阁啊 我现在 只想好好地陪阵 还有孩子 其他的 我什么都不感兴趣 真的 当然 我的 老婆大人 哥主 秋风阁已然 在大厦各地建立风阁 其实力与势力 已不弱于龙林殿 只是 属下有一事不明 说 你已是龙林殿殿主 受世人敬仰 爱戴 为何还要创建 秋风阁呢 龙林殿 是要给后人 是要给后人继承的 而秋风阁 是要留给我儿子的 等他长大以后 去继承 是要的 这个月 我再次却会订阅 我再次却会订阅 我再次却会订阅